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 据俄罗斯塔斯社12月22日报道,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周五发声明称,加拿大要求中国立即释放该国两名公民,沃泰华认为,中国拘留他们是非法的。 弗里兰说道,我们对12月初,中国非法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表示深切关注,呼吁中国立即释放他们。 加拿大外长强调,加拿大正在对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进行公证,公平和透明的审理。 弗里兰补充说,加拿大拘留华为首席财务官,是根据与美国的引渡条约进行的。 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与此同时,美国、英国、欧盟也纷纷发声明,为加拿大站台帮枪。 美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诺,Robert Paladino,声称,加拿大尊重法治,在孟晚政案中,执行了公平、无偏见和透明的法律程序。 他还声称,加拿大正旅行引渡条约的协议,美国与加拿大共同致力与法治,这关系到所有自由社会的根本,我们将捍卫和维护这一原则。 最后罗伯特·帕拉迪诺,也对中方居留家公民表深切关注,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英武学舌般复述了美国方面的表态,声称英国相信加拿大尊重于美国的引渡条约, 同样也对中方居留家公民表深切关注,并声称中方,可能出于政治原因,居留了这两人。 欧盟也几乎如出一辙,声称中方居留这两名家公民的原因,引发外界对在华合法研究和商业行为的担忧。 加拿大环球新闻,还扳出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声称被居家公民,被拒绝与律师联系是违反辩护权的。 前加拿大外交官康宁凯12月初,中国华为公司首席台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加拿大警方拘留。 加拿大表示,这是按照与美国签署的引渡条约进行的。 美国指控孟晚舟,违反了其对伊朗的制裁。 12月11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同意孟晚舟获得保释。 上周,中国在北京和辽宁省丹东,分别拘留了一名加拿大公民,其中一人是前加拿大外交官,也是国际危机组织的工作人员康宁凯, 另外一人是国际非政府组织Punk to Cultural Exchange的所有者迈克尔斯·帕弗,他们被指控从事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此前,针对国外记者提问,拘留加拿大公民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但是,据我了解,康宁凯供职的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中国并没有备案。 那么,如果没有备案的话,他的人员在中国从事活动,就已经违反了去年刚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 管理法,在1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陆康又回答了有关外媒提出的加拿大问题,他表示, 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加拿大公民康宁凯和曼克尔涉嫌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诉法的规定,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分别于2018年12月10日,对上述二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辽宁省国家安全厅,也已分别向加拿大驻华使馆,通报了上述情况。 这两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保障。 编辑,HHJ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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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